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耶近日在法国电视台接受访问时 不仅表示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无实施地位 还表示台湾的命运因由中国人决定 若无法和平统一 中国将采取一切可能行动 此外 他在回应主持人提及毛泽东害死百万人时 此则主持人没读书 引发舆论乐意 波罗的海三国召见中国代表要求说明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柏吉斯表示 他们要提醒中国 波罗的海国家不是前苏联国家 而是承招苏联非法占领的国家 艾沙尼亚外长萨克奈也说 他想拟清为和中国会对波罗的海国家抱持这种立场 或做出这种评论 卢沙耶的言论激怒东欧国家 甚至有80名温州议会议员联合发表声明 要求驱逐卢沙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现相对较然 对于克里米亚主权问题 毛宁表示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 中方尊重各国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他强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 一贯的并愿意继续和国际社会 一起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毛宁表示 有些媒体可以曲解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二一挑拨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关系 呼吁大家保持警惕 对于法新社记者提问 中国外交部是否认可驻法大使的言论 毛宁重申 前苏联是联邦制国家 对外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 但这不否认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 具有主权国家地位 他再次强调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 也是一贯 明确的 愿意和国际社会一起贡献解决乌克兰危机 总之 卢沙也的言论引发了国际间的争议和关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此事实 强调中国尊重各国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推动解决乌克兰问题 然而 卢沙也的言论人激怒了东欧国家和欧洲议会议员 引发对中国在国际法上立场的质疑 此事之间再次凸显了国际间对于领土主权 政治立场和历史敏感问题的重视 以及各国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所面临的挑战 而此新闻引起了许多台湾网友的讨论 有网友留言 长得跟陈吉仲有87%像做的事也一样 就是之前秒是司法的意思 人家拿大使讲过的话抗议 然后骂人 出外国大使谈话不代表国家 正你敢信 真的是一点逻辑跟国际政治素养都没有 不说我还以为是临时公乐 只要出事都说是个人观点 那干嘛代表国家住法 逻辑前后不宜还给他那么多权利 原来外交官那么好当 会几句英文就可以代表中国出去撒野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V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